准备 我要采访一下 林女士 重返职场 是什么样的感觉 感触就是 开心 但是压力也很大 因为我这个年纪嘛 我的体力啊 精力啊 都没有办法 跟那些年轻的同事们去比 所以我就得 非常非常努力才可以 但是这个问题啊 我在重返职场之前 就已经做了心理准备了 所以我现在非常满足 就算是 为了我自己的梦想 为了小苹果 我也不会认输的 几个月前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还是一个围着幼儿园 围着厨房打转的家庭主妇 现在 你是一个 可以独当一面的职业女性 即便离婚 也有十足的底气 可以从容面对 哪像我啊 像一只无头苍蝇 事业 爱情 一点着落都没有 你不是说 你们公司有一个新来的同事 在追你吗 他们都一样 他们都一样 时间一久 他们发现我那一堆破事 还有那些原生家庭 还有我试快的样子 你信不信 他们头也不回 肯定跑得远远的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上车 带你去递递 去哪儿 原来从高处腐蚀江中 都是这样的感觉啊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 我来江州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有上来过这个地方 这一开始吧 是有点心疼钱 再到后来呢 就有点 莫名其妙地反感这种游客行为 就好像只有跟外地人 划清了界线之后 我才能真正地融入这个大城市 你今天带我来这儿 干什么 之前你问我 能不能承受你的家庭 我犹豫了 我犹豫不是因为我嫌弃你 恰恰相反 是因为我想到我自己 我的出身其实跟你挺像的 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 我就立志 我一定要好好读书 出人头地 我来大城市生活 后来我也做到了 可我到了江州之后 我才发现 好像我之前引以为傲的 那点学历 在这个地方就 就什么都算不上 江西 江西 我们是一类人 没有人比我更理解你的野心 也没有人比我更理解 你一路过来吃了多少苦 你的过去我全感接受的 你的将来我也想参与其中 这些年 我也陆陆续续地攒下了二十万 再攒个一年两年呢 商中房的首付肯定是够了 江西 你愿意跟我一起在这个城市扎根 抛弃过去的一切吗 我懂了 你放心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纠缠你 我走了 我先走了 等等 明博 我们试试吧 是 周晓清啊 你们人事怎么那么闲啊 上班时间到时候 小明博 要你管呢 爽 看到新的任命通知没 任命通知没有啊 怎么了 公司要调你去做 欧队外项目组的组长了 别动我了 你快看看呀 真假的 快看快 林叔 你给我点去 欧队外是跟方舟合作的项目啊 对啊 我跟你讲 这个组长的位置 多少人能挤破头盖 我真为你高兴啊 怎么样 最后有时间吗 我带你去看看新的办公室 我还有新办公室呢 就跟你讲啊 以后思思她们几个 就是你的兵了 别这么说 别这么说 恭喜啊 恭喜啊 恭喜 快看快看 艾保的奖金发了 我可听说 这次是顾总特意打了招呼 所以才简化了 你们艾保奖金的发放流程 好 怎么着 我脸要有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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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 今天公司又是给我升职 又是加薪的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你有意帮我 但是我还是想谢谢你 谢谢你啊 顾许 简化甲宁流程是为了造科全公司的同事 让你负责欧宁 是为了最大程度发挥你的技术优势 为公司创造价值 如果你认为这是对你特别关照的话 那只能说明 你对自己的能力不够自信 好的 我自作多情 这个周末是济科学院成立二十五周年校庆 我已经替你答应吴教授 记得准时出席 为什么呀 顾总为什么替我答应呢 看来你还是不够自信呀 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 都没脸滚不笑 谁别自信 去就去 去就去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是浩泰国际 少年冰球队的正式成员了 希望大家在两个月之后的 全国少年联赛上 能有更好的发挥 好 好了 走了啊 好 拜拜 哥哥 你看 这回哥哥放心了吧 走 吃披萨庆祝一下 外婆说了 妈妈赚钱不容易 我们得省着点花 小朋友 不许考虑这种问题啊 妈妈现在能赚钱了 而且你妈可厉害了 以后果果想吃披萨吃披萨 想学披萨球就行 妈妈太厉害了 比花又比较还厉害 走 吃披萨去 吃披萨去吧 走 妈妈妈妈 我的生日快到了 是啊 那果果果想要什么呢 我想要小猫猫蛋糕 没问题啊 还有 你和爸爸一起给我过生日 嗯